遇到小人时,你要懂得,见蛇不打三分罪,打若不死七分罪,说起小人,很多人会想到面善心黑,恶毒等词语,甚至会恨得牙痒痒,可是我们在生活中,难免会遇到小人,甚至连自己的大家庭里也有小人,令人伤心,如何和小人相处,这是社交的必修课,拼命去回避,是行不通的,农村有句俗语,见蛇不打三分罪,打若不死七分罪。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就能体会到,蛇是冷血动物,触碰到了,都会令人毛骨悚然,可是,我们仍旧要和蛇,和平共处。 只有对那些非常恶毒,攻击人的蛇,才采用极端的方法,把小人比喻成恶毒的蛇,结合俗语,自然就能找到相处的方法了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见蛇不打三分罪,遇到小人,保持距离,在我的家乡, 有这样的习俗,若是房屋周围出现蛇,称为家蛇,多半是捕捉老鼠的无毒蛇,不要打,而是放走,在野外,若是远远地看到蛇,也不要惊动,而是自己走过去就行了,毕竟,大家没有利益冲突,不要彼此伤害,若是你无端去挑逗蛇。 反而有自己受伤的可能,其他的野生动物也有类似的情况,你不惹它,就是最理智的做法,正如格言连壁中说的,带小人一宽,防小人一言。 孟子,万章上中有一个故事,郑国的大臣子产,执政严明,深受大家的喜欢,有一天,子产得到一条活鱼,让管鱼的小利放到鱼池里,养起来,小利使诈,把鱼煮熟了,吃掉了,吃了鱼,小利还告诉子产,我把鱼放到水里,鱼很活泼,使劲游动,就不见踪影了。 子产笑着说,鱼去了,他应该去的地方,自由了。 小利文言,转告其他的人,谁说子产有智慧,我骗他,他还浑然不觉呢。 孟子点评这件事,故君子可欺之以方,难忘以非其道。 对于君子来说,你用恰当的方法去欺骗,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很难迷惑到他,反过来理解,就是你放过了小人的一些不太严重的恶行, 你就是君子,虽然你吃亏了,还是符合吃亏是福的逻辑,人最怕的,不是遇到小人,而是和小人纠缠不清,正如哲学家尼采说的, 与恶龙缠斗过久,自身亦成为恶龙,凝视深渊过久,深渊将回以凝视。 社会上,总有些人会犯小错误,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家人,也会有捣蛋的时候,好吃懒做,互相谩骂,都是有可能的,你不能斤斤计较,一放手,彼此安好。 对于近距离的小人,惹不起,躲得起,这不是软弱,而是理智,打弱不死七分罪,打击小人,需要彻底。 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小人,你放过他了,他就不招惹你,甚至有一些小人,到了违法乱纪的地步, 你若是放过他,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祸害。 也就是说,那些突破道德底线,触碰法律红线的小人,我们要打击。 并且要彻底,不能导致死灰复燃。 在西游记里,孙悟空想要做齐天大圣,和天兵天将争斗,导致天下不安定。 天兵天将被孙悟空打败之后,天庭请来了如来。 如来一番手,孙悟空被压在山下,孤独地撑过了五百年。 看到孙悟空在山下,可怜兮兮的样子,如来并没有同情,而是加了一道符咒,让孙悟空不能动弹。 接着,唐僧出现了,带着孙悟空去西天取经,一路上吃尽苦头,若是孙悟空不听话,还要被念锦箍咒,头痛不已,取经回来,孙悟空变成了佛。 所有的恶性都驱除了,剩下的只有慈悲,也就是说,孙悟空被打击得非常彻底,这是魔力的力量,让人自度。 作家林清玄写了一个故事,送你一轮明月,明月下,一个小偷走到一位禅师的房间,翻箱倒柜,禅师散步回来,遇到了小偷,但是没有出生,还任由小偷继续翻动,因为房间里家图四壁的样子。 小偷一无所获,禅师把衣服脱下来,说,外面天凉,送你衣服。 小偷大吃一惊,然后逃之夭夭,第二天一大早,禅师开门,发现小偷把衣服送来了。 还叠得整整齐齐,禅师感慨,我真的送了他一轮明月啊。 是啊,这位小偷被禅师感化了,从此改邪归正,这是爱的力量,让人觉醒,彻底打击小人,并不是我们想到的,要头破血流,置人死地,而是唤醒一个人的良知,让人改邪归正。 小人变成了好人,还是我们的朋友,也可以是社会的一份力量,至于把小人彻底按下去,那是万不得已的做法,也要慎之又慎。 生活中,我们遇到小人,但是不得不相处,那就可以三种方法去打击,其一,强化沟通。 寻找小人的裂根,在什么地方,然后对症下药,比方说,小人因为从小失去父母的爱,流落街头,少了教养,就给他们教育的机会。 其二,积极感化,用进诸者赤的理论,把自己的正能量传递出去,小人的良性就来了。 其三,借用法律规则来约束小人,避免小人一错再错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遇到害你的小人,要从上帝视角看问题,普通人会走两个极端,要么别人动口,我们忍不住动手,那我们就吃亏了,要么别人步步紧闭。 我们步步退让,一点也不懂得反击,盲目走极端,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,特别是在人性复杂的今天,也许别人就设了一个坑,等着我们去跳。 如果不懂得谋定而后动,那我们就惨了,要想打破盲目形势的僵局,那我们只要把握一个原则就可以了,从上帝的视角来看问题,苏世认为,不失庐山真面目,只原身在此山中。 我们一直处于庐山,那我们看到的,就是眼前狭隘的景象,反之,我们跳出庐山的限制,那我们看到的,就是庐山整体的形象。 在对付小人之前,我们先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,有什么利宿求,或者是我们得罪了他们哪一点,这样,我们才能制定应对的策略,就像下棋一样,你想你的,别人想别人的,那你不就只能被人带着节奏走了吗? 这,才是真相,遇到害你的小人,要懂得厚脸皮,对待,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如何才能气死一个人呢? 最好的做法,就是你对他的一切行为,都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样子,当一个人厚脸皮的时候,那他就像是一个不倒翁,谁也打不倒他,甚至他还能借力打力。 顺势反击 前段时间,有一位读者在后台提了一个问题,在单位里面,我遇到了整天编排我,甚至拉帮结派说我坏话的同事,我该怎么办呢? 我只回答了这么三点,首先,如果你没有得罪别人,只是他故意在挑事,那你也不用管太多,厚着脸皮,当没听见就好,有些时候,不在乎,就是最有用的反击。 其次,如果你能改变对方,那你就不会忧愁,而现实是,我们改变不了别人,那我们就只能改变自己,只要别人不侵犯我们的实际利益,那他说什么,就让他说好了。 反正嘴巴藏在别人脸上,我们也管不着,最后,厚着脸皮做人,才能磨练出喜怒不行余色的能力,一旦我们的城府变得深沉了,那又有谁敢轻易得罪我们呢? 遇到害你的小人,要学会打太极,在职场中,我们要么选择进,要么选择退,这样的做法,说得也对,可说不对,又有很多问题,因为盲目的进退,会让我们吃大亏,盲目的进攻,容易中别人的激将法,被人套路了都不知道,而盲目的后退,被人逼到了墙角,也许我们连生存的余地都没有。 这个时候,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折中的做法,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,打太极,小人想把他的责任推给你,你啥都不管,也不听他的,一直拖着,等到了最后,耗不住的就一定是他,之所以我们总是容易帮小人背黑锅,就是因为我们太心急了,也太冲动了,缺乏了耗的智慧,就像一个武林高手。 为什么他能以柔克纲,甚至以笔之道还施笔身,就是因为他把免里藏针的打太极能力,发挥到了极致,人,这一刻需要打太极,那目的,就是为了更好地化解对方的招式。 等抓住机会,一击击破,那就可以了,能耗着,是耐心,而能拖着,一直等待时机,就是人之智慧了。 明代作家冯梦荣说,不可以一时之欲,断其为君子,不呆以一时之棒,断其为小人。 对于一个人,不要随意贴标签,要综合观察和分析,不能说,染发,纹身的,都是坏人,他们也会做好事,只有精准识别了小人,然后才能精准地帮助和处理社交关系,一般的小人,都是一时的糊涂,犯错了,或者是把人生过反了,需要调整顺序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总是。 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,我们在生活中,既要亲君子,远小人,还要海纳百川,有荣乃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